車輛行進北林路巷口 怎麼前方路中間出現一根交通耗質感 只要小心一點都應該不會去撞到那個吧 車子跟行人使用的目的不太一樣 以行人來說的話 那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以開車來說 那會不會造成開車的困擾 開車經過這邊的時候其實不會特別注意到 但是的確這邊有一個缺口 的確會讓人覺得 汽車是可以右轉到這邊的 然後右轉之後才發現這邊有一個耗質 其實真的是蠻危險的這樣 這一根交通耗質感就位在北林路369巷口 從瑞芳網就用方向開 車輛多 車速又快 駕駛視覺上很容易被誤導 就擔心發生車禍 這邊有一個平台 他們以為說這個就直接過來 他們就忽略這裡 所以我們的居民遊客他們有反應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市府可以把他移過來 安全性第一的 原來耗質感旁原本是一整排房子 前幾年拆除僻件自行車步道 但當時耗質感沒有遷移 加上自行車步道出入口留下一個缺口 讓駕駛人在視覺上很容易產生錯覺 這入口是不通透的 那就是好像房子在這邊 那這樣子為了讓它視野通透這樣 然後它這個是原本的耗質感位 那就是沒有隨著這個去做簽名 那可能它跟著道路線去比較外擴的情況 那的話我們就是我們配合那個市府交通處這邊 那就是相關的就是感見的移設這樣子 我們這邊都同意 像這個自行步道的一個設立 跟之前既有的建物移除 那這個相關的一個交通耗質 並沒有再重新做規劃 那其實這樣道路的一個安全 並沒有做整體的一個評估 等於新設置的一個自行車步道 然後房屋移除後 那留下來這個圖物的一個 交通耗質的一個登改 其實都是一個會有危險的一個問題 經過現場會刊 公路總局及市任府決定 將耗質感遷移到適當地點 避免讓駕駛人產生錯覺 發生意外事故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